四人坐的一個設立 前面爸爸媽媽 後面這排椅子可以坐兩個人 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 其實都OK 那當然這個是在日間活動的一個部分 到了夜間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椅子整個給它攤平 它就變成一張床 下面就變成了一個雙人床 兩人的臥鋪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的便利 那另外在先頂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我183公分 站起來是非常的高 哈囉 跟各位觀眾朋友們打一個招呼 所以在這裡其實可以享受 整個沒有壓迫感的一個空間 那當然到了晚上 我們只要把這個上面的床墊給它 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 其實兩個小朋友 就很輕鬆地睡在這個上鋪的位置 也很方便 他的椅子直接上去就好了 那當然觀眾朋友我會很好奇這個仙頂 因為這一部是這個頂規的車款 所以它的仙頂是電動神 電動神漿的部分 而且可以透過我們前面中央螢幕來去控制 那當然這具中央螢幕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所以我們剛剛講它這個有水槽對不對 有水槽 有冰箱啊 有冰箱對不對 所以要給水 要排水 也要給電 要給電 給電的部分 其實我們到了營區之後 你可以接這個一般的試電 就能夠為車內提供這個電源的使用 但我覺得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這部車子它是110、220的電都吃 這樣很方便 你萬一帶有些電器 它是有一下110、一下220的 那你就不用擔心 我們一般外面那個露營車啊 那種拖一個箱子的露營車啊 就要買110、要買220 你歐洲鏡頭來都是220 台灣又要改100 所以它沒有雙規格就對了 對 因為我剛剛看說明書上面很清楚 它是110、220的電通通都可以吃 這一點很特別啦 那所以呢 它不管是給水跟排水 你車上要有什麼 水箱 要有一個很大的清水箱 然後你也有那個污水箱 也是我們俗稱的灰水箱 像這個水槽洗手完的這個水 洗這個蘋果剩下的這個水 要排到哪裡去 因為不能造成環境的污染 所以它的車子裡面的灰水箱 跟清水箱的容量 也可以透過前方中央的螢幕 來去怎樣 看這個 它目前使用的狀況 需不需要補水 需不需要排水 那其實我個人除了在車子裡面 我最喜歡的還是在戶外 譬如說在這個車邊障的下方 我們桌子放個椅子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可以泡個茶 閱讀一本自己喜愛的書籍 然後看看風景 不過怪你也一定會問說 椅子要在哪裡 難道像羅哥一樣把桌子翻出 你不會是把那個桌子拆下來嗎 沒有 你等我一下 我先關個門 還要關門 為什麼 藏在一個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搞什麼小動作 來 這個門一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 我門一關起來之後 裡面我就可以把這個椅子 所以你是藏在這個地方 這個門 對 它原廠設計就把這個桌子 藏在這個門的地方 所以 一打開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桌子 搬到車邊障的部分來去做使用 好棒喔 而且這個桌子好穩固喔 那接下來怪你你要問椅子呢 椅子在哪裡 又是搬這個大椅子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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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跟 跟著我 鏡頭跟著我們往後走 其實它也很巧妙的把兩張椅子 藏在這個後面的位置 怪你你看它在哪裡 沒看 我等我看一下 沒有啊 那個是睡覺的桌板 其實你看到沒有 我們在後門的部分 原來是在上面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就厲害了 你看到沒有 一拉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椅子給拉出來 哇 這個好棒喔 因為它的整個收納很有系統 是 那我只拉一張就好 因為我做一個示範給觀眾朋友們看 所以它有一個很便利的收納 而且基本上 你不需要再另外去買其他的裝備 車子通通都有了 對 全部都有 那很方便 那如果小朋友 像我們小朋友就喜歡做那種 摺疊型的小板凳 他也不喜歡坐高 不喜歡這麼高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 在車子裡面睡覺 其實隱私也是非常重要 像我跟羅哥開那個Defender 羅哥他就會在車上設計 他就要去買那個紗窗啊 遮陽臉啊 欸你看 原廠喔 通通都幫你設計好了 關於隱私的問題啊 他通通幫你解決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 專門為了 outdoor生活露營而打造的一部露營車 那其實剛剛講 它有這個車內有清水 洗水槽的時候 同時這個水槽也能夠為外部提供水 你看到沒有 這邊我裝了一個蓮蓬頭啊 也可以洗澡 然後或者是洗腳 通常是洗澡的話 覺得我怕會冷吧 而且你等要圍一個那個 什麼淋浴障啊 或者是說我一些催促的東西 像我們去露營的時候 小孩子有時候一去野 野完回來 那個全身是泥啊 我們就利用這個蓮蓬頭 可以稍微把小孩子的手腳洗洗 沖一沖 或者是像我同學他帶兒子去這個沖浪 因為他是選手嘛 那沖浪的時候 從海裡回來的時候 他稍微用清水沖一下 就讓這個鹽分可以把它調整 稍微清理乾淨 清理乾淨 這是都是這些露營車 很多不同的用途的一個可能 其實我覺得現在最有趣的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露營車大家講說不僅僅是露營 有很多朋友 像他們去這個利寶跑賽車比賽 禮拜四晚上就下去了 禮拜五要練車 禮拜六要比賽 他們其實就開這個路營車下去 很棒啊 完美的選擇 住也不用擔心 對 你不用去飯店 對 不用去飯店 離得這個賽道又近 然後呢 這個在賽車中場休息的時間 他還可以在車上小小的休息一下 然後呢可以換裝衣服 那甚至是做一些這個簡易的這個飲食 跟這個咖啡的一個這個沖泡 補充一下精神糧食跟能量的狀態 那其實很多小朋友去參加這種 所謂的會考 爸爸媽媽就直接把這個露營車 開到考場門口放著 在那邊等小朋友 等小朋友 很方便 所以其實露營車有非常多 你想像不到的一個這個功能 就帶觀眾朋友們自己去發揮 是 其實他可以變成 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像我們之前常常去 那個和平公園試車 不是有一個就是California的車主 常常來跟我們打招呼 他就說他平常就在那邊辦公 然後假日的時候他就開著車去露營 這次真的很棒 對啊 行動的辦公室 是啊 是不是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覺得像艾達他說 他真的心目中最完美的一個 就是最頂的話呢 身為露營者 應該要游泳於一台自走式的露營車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一上 就直接攻頂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看 我們剛才為大家介紹的Catty 他也有California的版本 剛才看完艾達介紹的 這台T6.1 California之後 真的好想要入手一台 不過呢 就是很多人在買露營車之前 其實都會考慮一點就是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 就是用這樣的車 就是因為很多人露營 露營的方式很多種 有搭帳篷的 也有這種露營車式的 那在入手之前 其實就要 我覺得就是要考慮看看說 我想要試用一台看看 那其實像剛才講到 這個Catty的California 我覺得就是可以把它視為說 這個露營車 自走式露營車的先修班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自走式露營車 有幾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說 他車內要有床鋪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話就是說 他有這種側邊障跟桌椅 還有一個就是他車上有這種 就是自帶這個吹阻的這些器材 所以這三個要件構成 就是組合在一起的話 就是這個自走式露營車的 一個必要的條件 那正好這個Catty的California 都有以上的這個條件 而且呢 他的售價169.8萬元 也可以說是就是目前 就是國內 就是這個入手門檻最低 而且就是又有Level 2 駕駛輔助系統的這個 自走式露營車 那像這樣的自走式露營車 其實在就是全球車市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 也有一些選擇 包含說像賓士之前 也有推出一台這個EQT的 馬可波羅 不過他這台就是 他目前還是這個概念車的階段 然後呢 這台車就是目前 國內還沒有引進的計畫 就是電動車的露營車 對電動車的露營車 那他的形式其實就有點類似 像CattyCalifornia 這樣的就是MPV車款 然後另外呢 還有一台就是台灣 已經也有引進的這個賓士 V-Class的馬可波羅 那這台車呢 他售價跟T6.1 California 比起來他高貴的許多 他售價接近400萬元 不過這台車呢 就是 雖然他的這個整體配置 是蠻豪華的 可是也有一些就是 我覺得就是銷售上 比較不足的地方 就是難免讓消費者 有些詬病 譬如說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就買了一台這個 那個馬可波羅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車上明明有這個 就是可以接水淋浴的設施 可是沒有付蓮蓬頭 蓮蓬頭要自己買 而且原廠還沒有 就選配選配吧 沒有原廠還不給選配 你要自己去外面買 蓮蓬頭的套件 對 而且還包含說 像這個你在 像他這個T6.1 California 他不是還有這個充電線 插電的電線嗎 這個跟蓮蓬頭一樣 也是要就是自己 自己另外去外面 對自己去外面另外買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說可能電啊 電系出了什麼問題 要出保固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難免會有些爭議 這個是 這個蠻怪的 對 而且這個其實 最近在這個車主的社團 也有討論到這個 相關的事情 那的確呢 在這個福斯的這個 包含說Catty California 或是T6.1 California 那在2023年呢 其實銷售狀況也是蠻好的 那這兩個車系加起來 已經加總有499輛的成績 也可以說是就是歷年來 就是這個California車系 在台灣就是一個表現 蠻突出的一年 那這一點呢 就是也可以提供 讓大家參考一下 沒錯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啊 福斯商旅啊 他們推出來的產品都非常精彩 而且呢 其實也是非常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因為主要真的是多功能性的車款 你要找的話 可能就直接找福斯商旅 那接下來 甚至於還有這個ID Bus 也即將來到台灣跟大家見面 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的 那我們講到福斯整個集團啊 其實他們的表現 也都很有企圖心 像近期我們看到 有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就是福斯集團跟一個企業 進行了合作 而且簽下了一千多台的 一個租賃的合約嘛 那為什麼他們會選擇 福斯集團的這個ID4呢 這種電動車 不是選其他比如5家2座 或甚至於是其他MPV的電動車 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是關於其實他們在最近呢 福斯維根跟德國 也是算是德國的一個大公司 叫西門子 西門子以前我們都很熟悉 它是做電子零件 或者是做手機的 那其實德國西門子 他們的業務範圍其實很廣 他們不是只有做電子而已 他們可能還涉及了能源 然後醫療啊 甚至一些基礎建設等等 他們想要的是比較近距離 所以是在都會區的一個移動 比較靈活的 對 他們需要的是靈活 但是等於說移動的工具 是他們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嘛 然後再來是他想要 就是那個車子 你的一個車身尺碼 並不會太大 因為我都會區的時候 我確實是需要 可以好停車 或者是好穿梭 也可以便利 這樣機動性才會高嘛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 其實ID4未來也會進來台灣嘛 那其實我們之前 就還沒接觸到ID4 但是他的兄弟車 恩亞可我們接觸到了 對不對 而且他這車都會進來台灣 然後未來可能 VOVO可能也還會有ES30這些車 那其實在這個 不管是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不是七人座 或者是五加二 剛剛有提到的是 車身尺碼的關係 再來是ID4 畢竟他這一個產品的週期 產品他的成熟度其實夠高 恩 我們都知道雖然說 他即將進來國內的市場 但是其實他在國外 其實他已經有推出了一段時間 所以他在這個純電平台 就是MED這個純電平台的時候 其實在德國當地的 或是在歐洲市場 對於這個純電平台的評價 其實還蠻高的 對 不管是在蓄實里程上面 或者是充電效率的方面 還是整個電池的 充放電的效率等等 他們其實在當地 在整個國外的媒體上面 評價是相當好的 甚至當初ID4出來的時候 還有特斯拉殺手這個稱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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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